稍微粉丝提问 为什么吃鸡加分很少 你最近排位加的分多吗 有三个细节要注意 学会之后能加更多分 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术吧 321 你双击了没有 关注了没有 1.移动距离 不少玩家总是开局收完物资之后 直接就找地方躲起来 这样一路狗到决赛圈 这样玩家移动分会加的很少 因此收完物资之后一定要找车 即使不要车也要到处开 这样能加不少移动分 2.治疗和救援 在吃鸡里给自己加血和救队友 都可以让自己加分更多 因此除了正常作战加血和救队友之外 如果要品足够多再长取狗分的话 完全可以让队友把自己炸倒 或者用蓝套瓶让自己掉血 然后再满场 这样自己就能刷治疗和救援分 3.击杀助攻与排名 在击杀与助攻方面 听见人机一定要继续去抢分 而在排名方面 只能看自己游戏一生 如果技术不好的话 最好的加分方式就是找个朋友 开局跳偏远程去收足够多的物资 先刷一下治疗和救援分 然后打打附近人机 最后找辆车下逛进决赛圈 这样加的分一定会很高 感兴趣的小伙伴快去找个朋友试试看吧